媽媽其實就很鎮定 然後沒關係 把它撈起來就好 撈起來 你等於生兩次的感覺 我等於生兩次 真的很恐怖 真的抱著走三圈 小孩就安靜下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幹嘛這麼神啊 我看到我先生傳了 一百多鐘的訊息 他在哪裏是用噴的 他的小孩有淋漁的感覺 你一直帶淋漁 你不用怕 可是左右 坐月子 坐月子有什麼禁忌 洗澡 不能洗澡吧 我去洗完澡之後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都有擦乾 可是大概在三四天之後 突然覺得那個傷口是悶痛 後來發現他有一些就是 就是一直有一些 好像濃的那種東西流出來 從那個膠帶的外面流出來 我原本以為是髒水 但是擦一擦之後 發現怎麼越流越多 後來緊急去掛急診之後 我原本也沒有多少 但是我當天就被轉人 去台大醫院 然後就去醫院住了十天 原來我的那個傷口感染 蓬腹纏的傷口感染 然後一般來講就是 是女生切 切到子宮是剝七層 有沒有 你要切七層縫七層 我是除了子宮沒有破 其他的地方 我全部都重新切掉 再縫 我跟妳講一開始只有一個小洞 我以為就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裂掉什麼 但是後來他就沒有麻醉 都一開始入院之後 他就拿那個紗布 弄成一個卷 就沒有麻醉的 直接給你塞進去 啊 越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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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就是塞到不見了 然後你抽出來 全部都是那個黃黃紅紅 全部都是濃 然後他再去照那個斷層 發現說我那個是已經裂到 就是全部都有感染到 只擦子宮沒有感染 所以他必須要 六層是破了 他緊急就是把它 全部都拆開縫線 把所有的爛肉都解開 然後剪開剪掉之後 再重新縫 哇 你等於生兩次的感覺 我等於生兩次 真的很恐怖 我嚇傻了 就沖了那一次之後 我就導致我就是一遭被蛇咬 十天怕草 我就三個禮拜都沒洗澡 全身吵吾吾 我還有人老腳堅持 因為一頭拍比較多 跟作為來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假的啦 這個是頭在頭拍比較多 哇你破除了迷失 最大的原因是最大的差別是這項 所以到底作為來這樣的事情可以做 其實我們沒有人有 他剛才生了馬上去洗頭 對嘛 一定的 為什麼會感染對不對 一定要講 因為那項主要用好乾淨 頭前那句是對的 後面那句沒做到而已 因為我們洗頭沒關係 但是洗身庫也沒關係 但是用淡的時候要切給大家 要清就對了 這才是重點 白白禮拜這句 真的做不到的 蛤 為什麼 你最有用的 你最有用的耶 你最有媽媽很多人都試過耶 醫療上有專門在用的叫束腹帶嘛 束腹帶有什麼 它有稍微有彈性 它是說怕你剛才冰箱 蓋箱 走路的空氣 扭到的 很痛 所以但是那個不會塑很黯耶 但是另外阿嬤在塑 阿姨嘛對不對 她是說那個膀帶嘛 那沒什麼彈性耶 束後座人說脹氣的歸位對不對 其實那個電腦的脹氣會出去了 蛤 子宮脫垂 黃光脫垂 痴瘡 都會增加大腹 未來尿濕 身體比例也會比較高 真的假的 所以人都摸太慢 很緊 那你不綁 你那個脹氣怎麼歸位呢 因為你真的懷孕的時候 它就是撐開都跑到不同的地方去 人其實是做奧妙的東西 它會一切自然歸位 就是我們身體生完之後 它就自己自己脹氣 就會慢慢縮回去 還有韌帶 韌帶是有彈性的 生產的時候你會放給人 生了它就會收縮回來 所以它會撐回來 但是你當時我也剛才有病人看這脹很暗 脹後來看見什麼 X生 整個人本都吃不下去 整個都X生了 整個小心很厲害 要說脹這很有效 我刪很多 我說你當然一定算 不吃 脹太暗了 對啦 你這樣脹又有一個問題 抗水有可能會發炎 有可能會過敏 會被打到的 整個都敲在那裡 有時候小孩真的是會 沒來由的哭鬧 真的真的 就是吃也吃飽了 尿布也沒事 對 也都放在手上 到底還要怎樣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哭 這時候呢 我們家的神隊友出現了 誰 我們只要把Baby抱到心臉聽 真的是神耶 真正的神 真的是神耶 真的是神耶 真的 抱著走三圈 然後 狗媽停在前面這樣子 喔 就抱三圈小孩就安靜下來 哇 然後我就想說 這邊會這麼神啊 那時候我們家主仙 我說 這麼神奇的事情 這麼神奇的事情 就這麼降臨在我們家了 就是我那時候我們主仙一定心裡 有在想說 妳們家沒用 來啦 阿爸 這樣 在招牌 這些人在笑我們這樣 真的 我的奶是用噴的 我超多奶的 超級多奶 好開心 可是這個讓我很痛苦耶 因為我 讓我 他的小孩有淋雨的感覺 淋雨 這樣子 我跟你講真的 其實我大概三個小時 就要擠一次 那他不分昼夜的 你就是時間一到 你就要起來擠一次 那前淡時間的那個喝那個 抗生素的奶 又是不太能夠喝的 不能用 但你還是要擠 那我那時候就心靈焦脆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奶也不能夠喝 然後但我還是要擠出來 然後每天中斷那個睡眠 那我是用 先用手擠以後 再用電動擠奶去去擠 但是 你那個電動擠奶去也很煩 因為你要把所有的零件拆開 所有零件拆開 然後洗完之後 再去消毒 時間又到了 你又要再弄一次了 你知道嗎 根本不要讓他休息 你知道嗎 大家都會想說 盡量餵母奶 他是一開始有跟我說 你不要餵了 我們就不要餵了 沒有關係 不要那麼辛苦 現在配方奶都很好 沒有關係 我們就不用這樣子 每天起來了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子 就勇敢的給他退奶 面對小孩好崩潰 前三個月 我幾乎沒有抱過小孩 因為他很怕 然後晚上的那個餵奶 也都不是我起來泡奶 妳好幸福 我很幸福對不對 所以我孩子有生出來 就已經先及格了 對啊 妳剛剛講說 她很幸福 我心裡講她老公好辛苦 就是過去三個月過得很爽 前三個月過得很爽 有一天就變了 有一天就變成這樣子 是剩十分 剩十分 我的工作都是一整天的 然後我都不會看手機 我早上六點多起床 去了公司之後 然後我結束九點多 我看到我先生傳了 一百多鐘的訊息 他上面就有那個 他說來 媽媽認真的工作 我們都為你加油 然後傳一些這個跟 小孩可愛的照片 然後在那邊餵奶 睡飽了 然後到月後面 情緒 越崩潰 你兒子一直哭 你兒子一直哭 你兒子不知道為什麼 哭 哭哭哭哭 還在哭 我不知道是怎樣 我跟你講 好精采喔 就是那個密集度 是每一分鐘就發一篇 然後我九點多 我想說完了 他上一封訊息是六點多 我兒子還好嗎 回來 我先生就說 他真的是 瞬間覺得 他好像情緒崩潰了 他願意去嘗試 我覺得基本上 就要給他六十分 有一次 就不小心 小孩直接滑 就這樣滑進去 直接滑了 然後你知道他就大叫 我說 然後媽媽其實就很鎮定 然後沒關係 他有繃細的 所以沒關係 小孩在我肚子裡 也是在洋水裡 撈起來就好 不要怕你趕快撈 不要怕你 10個裡面有一個 為什麼會這麼多對不對 10% 其實多 10%甚大 是啊 因為憂鬱症 到憂鬱症的一個程度 有時候有憂鬱症 因為其實有時候 就像大家前面分享的 對爸爸來說是很快的變化 媽媽懷胎十月已經準備十個月 就知道爸爸說 怎麼會逛一逛一下 對 那種感覺會更明顯 很多 可能有孩子之後 跟媽媽 時間也沒有在做那個事情 對 他來諮詢的原因是 因為他最近失眠很厲害 因為 那個 下屬就他做回去算三天 所以他就說這天可以出去 真不香喔 我說 他說自己的男生 到底讓你告訴我 很簡單 你做一件事 回去孩子你過一天 你母出去一天 二十四小時就好 不用他保證 二十四小時你自己過就好 這是你開給他的藥 對 如果是二十四小時以後 你才來講 後禮拜才來講 後禮拜來之後 我就說 嗯 我決定回歸家庭比較好 因為他說二十四小時不用 他買了之後對不對 大概半小時 他就靠給他母說 太太你可以回來 你在哪裡 他說有夠辛苦 放一個便宋 哭便宋 剛才要哭下去 小孩開始有冠軍 穿褲出去 出去之後用得好 還有五分鐘 還有一日 開始要哭 還說小孩又哭 他說常哭一個便宋 都沒辦法哭 終於體會到他媽媽的 真的 兩個人就分配的時間 小孩的時間 兩個人說話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 就整個超好 那其實 爸爸有時候有一些甚至是 說不出的壓力 說不出的苦 只是爸爸覺得 我不要說出來 照你太太 所以其實這個階段 真的就是 大家互相多關心 好